嗨,我又pop up啦 因为我今天看了一个节目 然后也因为这句话 就想要跟大家share一下 这个节目叫奇日人生 来到第二季了 然后第一集呢 是Angela Baby跟着阿雅 还有一个72岁的叔叔去骑单车 一天可能骑个七八十公里的这种 因为这个叔叔从60岁开始 就骑着单车就环游世界了 老伯伯在节目里面就说到了这句话 在大的困难面前不生气不放弃 比较常听到就是遇到挫折不要放弃嘛 但是呢 应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提到不要生气 说得太好了 因为我非常认同 生气真的是不只是没有解决你当下的问题 而且才会知道更多更多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 比如说在网路上吵架啦 在马路边因为车碰撞而吵架打架啦 甚至有的时候酿出很多的悲剧 我觉得都是因为生气 然后你就是没有办法控制好你的情绪 之后导致到一些行为 然后才酿成那个悲剧的 那我以前也是一个情绪来得非常快的人 以前的方式就是把它压下来 但是你知道那个不爽还是在的嘛 就累积累积久了 大爆发 然后就 然后殃及到很多人 之后呢 自己又后悔我 然后因为内疚啊 就开始要去善后这样 这个是一个恶性玄化 我觉得不可以我要解决它 我用了几年的时间吧 算是好好地修行这样 然后就觉得 诶有你出了一个方法 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是work的 所以想跟大家share一下这样 通常我觉得我那个moment情绪来的时候 我就会问自己一个问题 就是你现在生什么气我 那我觉得人是本来就有一个本事自己跟自己对话 当你问了自己一个问题 你就马上会回答自己那个问题 of course 我知道那个情绪 当下是没有办法很理智的 去找出说 哦为什么我真的生气这样子 but 你会回答自己的应该就是 还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下一个问题就可以问说 你生气了然后呢 解决到问题了吗 有什么帮助吗 这样子 99%就是对啊都没有啊 就除了自己 让身边的人也不开心之外 没有对事情有任何的帮助这样 接下来很快的也马上要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所以我建议大家在你的pocket里面哦 收着一些画面啊 一些你想到的事情 就会让自己 calm down 平静下来 然后舒服开心的事 任何都可以收起来应急用这样 所以很快把那个注意力转掉之后呢 我跟你说真的是每一次试都成功了 我就会马上就冷静下来 心跳怎么这么快了 等到在之后 确定自己没有那个情绪在之后呢 我就会去想说 好我其实真正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怎么解决呢 可以怎么处理呢 这样子 就很容易了 你想像就是一条绳子打了一个结 其实开始还松松的嘛 你马上把它解开就OK了 可是如果你一生气 你就把它拉得死死的紧紧的这样子 之后就变成一个死结啦 你要打开就很难了嘛 是一样的道理的这样 那我都有办法做到 所以就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有找到一个方法 肯定有些朋友也是正在找一种 要处理自己生气情绪的一个方式 所以今天就刚好这个阿哥这句话 就觉得好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大的困难面前 基本上就是在任何的困难面前 不要生气 不要放弃 然后要声明一点 不是逃避或者是否定 或者是压抑这个生气的情绪 是要去处理掉它 打开那个结打开那个结OK 不要生气啊